想到血汗钱全被骗了 陈琴民众边说边流泪 控诉高雄知名生命礼仪公司 五户集团旗下子公司 龙海生活事业 退销消费情契约 涉及非法吸金超过220亿元 台南受害者集体出面陈琴 其中以龙海干部身份 娇嵐姐妹濤入会的干部 當場下跪哭求原諒 號稱入會存款等值消費 可以獲取高於銀行的利息 透過手機操作平台 全都停擺 桌上散落各種契約 和一堆發票 已經成為干部 也是受害者 五戶集團總裁一審判刑十年六個月 官司還在訴訟中 旗下子公司也遭到控訴 由於台南被害者大多是中國新住民 求助無門向議員陳情 不排除集體請律師打官司 設法自救 蔡理學員王少榮一文台南報導